黑龍江一處六七層樓高的民宅 積雪夾雜雪快 像瀑布一樣從頂樓傾斜而下 當地氣象局警告 未來幾天還有大雪 民眾外出最好遠離高層建築 吉林省吉林市 窗外的雪直接打進車內 網友開酸 這根本是敞篷公車 帶給乘客另類的商學體驗 東北地區大雪紛紛 民眾發揮巧思 把白雪砌出一座長城 還有各種稀奇古怪的雕塑品 但這波降雪還沒完 大陸中央氣象局再度發布暴雪 寒潮大風預警 預計從二十一號夜間到二十三號 內蒙古 黑龍江吉林等地區 暴雪將再度清洗 最低氣溫恐怕來到零下二十到三十度 大部分地區伴有震風七到八級 局地是九級 那麼此外呢 今天到二十三號 內蒙古的東部 黑龍江的中東部 吉林 長白山區等地的部分地區 有大到暴雪 局地有大暴雪 去年舉辦過冬季奧運的河北省張家口 滑雪季開跑第一周 度假村遊客就突破兩萬人次 創五年來新高 業界預估整個冬季旅客將突破三億人次 天氣越冷 觀光商機越火熱 根據開板這幾天的市場火爆的情況 我們又調整了一下 應該會突破六十萬人次 大陸氣象局先前警告 聲音現象成形後 複合式氣象災害的風險升高 可能持續到明年春季 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TVBS新聞 葉俊宏 戴月利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